自人民的起义播出至今 这部电视剧已成为了热点话题 不少的实力派演员参演 各凭借自己所理解的人物塑造 出色完成了表演 赢得各大观众的喜爱 其中 饰演达康书记的吴刚更是深入人心 观众结了吴刚许多的表情当作表情包 因而走红于网络 瞬间圈了无数的粉丝 有趣的是 剧里的达康书记和欧阳京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对夫妻 这一对夫妻在现实生活中很恩爱 没有绯闻 也没有负面新闻 是实打实的模范夫妻 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两人的家里是什么样子的呢 吴刚以白色衬衣打底 外搭深灰色小格的马甲 举止动作显得很斯文 有学识 而这是在剧中的表现 那么现实生活中的她 又会是如何呢 夫妻二人拍的艺术写真 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让我们观众着实吃了一把狗粮 吴刚身穿黑色花纹的打底上衣 套一件休闲的外套出现在直播间 从画面上看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吴刚家里的装修风格是属于现代风 主色调为当下最流行的颜色 温馨含蓄又柔和 让人感受到什么叫高品味和精致 墙上挂了一幅装饰画 使空间更具有时尚感 也为生活增添了情调 吴刚家里一脚的全家福 非常的温馨 旁边还摆了白色玫瑰花 让相众人更加的优雅 也充满了回忆感 简约大气的电视背景墙 更显得宽敞明亮 看来在欣赏自己演的人民的起义 认真的看自己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吴刚眼中的月秀卿 是个美丽又贤惠的妻子 吴刚对妻子是无微不至的关心 在月秀卿的眼里的吴刚 是个懂浪漫的男人 每年生日都会给月秀卿准备惊喜 礼物 花 一件不能少 还会悄悄买机票去剧组探月秀卿的班 生活中保持婚姻新鲜的秘诀 就一起来参考 吴刚和月秀卿之间的浪漫和情趣吧 红通通的花蕊和绿植 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吴雨清 达康书记的儿子 吴雨清长相很帅气 继承了妈妈的美丽容颜 生活中是个热爱音乐的人 头戴黑色帽子 黑色长袖上衣和黑色裤子的吴雨清 他在台上认真地弹着吉他 真是多才多艺的少年 达康书记坐在白色的真皮沙发上 简单大气 后面还放着艺术装饰品 高端又大气 达康书记与老婆一起在花椒献身直播 在直播期间和老婆秀秀恩爱 给各观众撒足了狗粮 直播的全程有两百多万人观看 人数还不停增加 弹幕也一直不停 但没有一个喷子 全是有礼貌的粉丝 真的不愧是直播界里的清流啊 让观众们更加喜爱这一对模范夫妻 希望他们多直播 真是太有趣了 卖萌的达康书记 对比剧里的霸道总裁 现实中的吴刚却是个温柔的人 待人随和 不会摆架子 吴雨清在微博里很爱秀自己养的小猫咪 充满爱心的少年啊 还可以看到装修的简约大方的卧室 显得空间更加宽敞 达康书记家外面的美景 祝福这一家子永远都那么可爱 幸福和快乐